今天我會去Itoshima 會在博多乘搭機場線2號的月台 應該是一路不用轉線可以去到的 剛剛好有車 我都是在Google Map教的 而且在博多站是有位坐的 外面的風景已經由城市變成一個比較鄉郊的地方 應該還有幾個站可以走到的 車費是580日圓 所以去Itoshima我覺得是一個 博多出發不複雜 自己去又方便又不需要很多時間 全程都是五十八分鐘 這樣一程車過就可以了 突然間整個車廂只關我 我不知道是因為今天平日沒有那麼 popular 還是這幾天比較多毛毛魚 那些人不會去Itoshima 總之就是沒有人上車 然後下一個集就到了 整個月台都沒有人的 大家跟我一起去冒險 幸好有你們 出了集見到有個地圖 但我都不太懂得看 完全沒有概念 不過呢 令我最想來這個地方的原因 就是它旁邊這個Postar 已經是Post了出來 它可以是玩這些Scooter去游這個島 正式開始我的冒險之旅 現在第一件事 就要找到巴士去尋找租車的地方 來到了我懷疑是種米的地方 一路沿路都是很多田 我覺得很適合我 我現在繼續找路去租滑板車的地方 我租了這個電動Scooter 我現在很緊張 因為它類似在馬路旁邊 你會見到很近 但它有條路是專用單車 或者是這些Scooter去走 然後我是沒有可能 因為實在太害怕了 它不需要駕駛執照 我是不會開車的 但是它的操作也挺簡單 我現在應該是要踩五分鐘左右 去到海邊練習一下 平定一下心情 再跟大家去更新一下 究竟這個Scooter 我在哪裡租 多少錢 所有的東西 我現在要安全駕駛先了 我試一下一路拿著鏡頭 一路拍給大家看一下 我不知道會拍到什麼 我不敢看鏡頭 我要看馬路 怎樣怎樣 看到左邊是一望無際的大海嗎 這個感覺很棒 很想大海 在平地的時候我就可以加速了 剛才下斜 我是沒有加速的 你看到其實一路這樣拍 我現在是平穩的 不需要太擔心 很想拍給大家看我現在看到什麼 我先停一停 你知不知道我現在就是一路看著這個景 一路踩著Scooter 是不是很爽啊 這個體驗實在是太棒了 完全沒有想過日本是可以這樣玩 而且我是不懂得開車 好開心啊 今天天氣真的超好 前面白色那裡就是海中鳥居 然後就會有夫妻石 看下去的時候 就可以這樣鎖一鎖住 這架Scooter 嗯 先停下它 哎呀 OK 真是美得完全不捨得走 大約三分鐘的車程 我把Scooter拍了在紅色車的後面 就到了這個 海鮮食堂 它是沿海的 我打算進去試一下 我看現在裡面不是很多人 應該不用訂位的 接著呢 我安裝到裡面呢 是有一些向海的吧桌位 好像很Chill 超開心我被安排了去角落頭 可以製成一個無限無敵海景 哇 不得了啊 大家看一下 看一下餐牌 嘩 吃什麼好呢 全部都是海鮮飯 最吸引當然就是這個 極上的海鮮丼 然後呢 還會有這些 吞拿魚丼 三文魚丼 有一些 蝦的丼 怎麼辦啊 我又有選擇困難症了 不得了這個位簡直是完美 其實還要今天沒什麼人呢 還要今天天氣很好啊 我來了福光這麼多天 都是無無魚 天陰 我沒有想過是 南天白雲 再加上汪洋大海的感覺 救命啊 怎樣形容這一刻的感覺好呢 海鮮丼 又有鮑魚 又有海膽 又有拖羅 真可憐 這個餐才 二百多元 大佬 很誇張啊 這個份量呢 我叫牠的飯也是減半的 我這個雀鳥胃 搞不定 還有 真是不能說笑 吃景都吃飽了 嘩這個真是 事日封面圖啊 這個望海巴桌的座位安排 真是一個人來 完全不尷尬 極度享受 是坐著慢慢吃 看著景 完全忘憂啊 我們現在呢 會踩大約七分鐘左右 去到椰樹千秋那個位 這部機 是有廣角的鏡頭的 這個角度是完全拍著我的雙下巴 但我已經不知道 究竟用什麼角度去拍給大家看 我現在的爽 我不敢單手啊 我真的不想有什麼意外 拍片還拍片 安全最重要 好漂亮啊 前面那個 我先移過去 超像叮噹 即是多拉A夢 我的年代叫叮噹的 他們公園呢 又唱歌又開會 躲起來 那三個 是不是叫煙通 水管 是不是很像啊 這個方法呢 就是可以 你沿路看到什麼風景想停下來 隨時可以停下來 你不需要好像坐巴士那樣 只是跟著那些站 所以我就選了這個方法去玩 我發現呢 租滑板車應該 不是一個很普通的玩法 因為很多車呢 看到我駕著滑板車都會看我 他們會看回頭 有人會跟我打氣 租車的時候 員工呢是講解得很清楚 要一路向左邊 靠左邊的路這樣走 因為呢 左邊才是跟你同一個方向的車 如果去到別的城市 有這個玩法呢 我想我以後都會選擇 最開心是完全 在沒有車牌的情況下 可以享受到這個自駕遊的樂趣 好棒啊 走到沙灘先 除了千秋呢 還有這些天空之樓梯 好像很厲害 而且旁邊有很多人在拍 是一個叮噹門 鏡頭在這裏 應該 因為剛剛在馬路 我是不敢停下來 告訴大家 這輛車是怎樣 不敢把鏡頭放在馬路旁邊 我怕我會影響到別人 最怕 我不是怕別人撞到我 我怕有什麼事 我令到有什麼交通意外 就不好了 所以現在這裏 是沒有車的停車場 就可以 跟大家示範一下 我是第一次玩電動的Scooter 我不知道哪裏來的勇氣 但我覺得我是可以處理到的 總之呢 就跟大家說一下 我是怎樣去玩 剛才都是用了 我想大約五分鐘職員 跟我去講解一下 它的功能是怎樣的 然後呢 我就踏上這個旅途 其實都幾簡單的 你只要一隻腳踏上去 然後另一隻腳踏上去 然後按下加速 你看 這樣就上了去的了 其實最重要是平衡力 如果大家平時會踏單車 流冰那些的話 是沒問題的 而且它都可以控制到速度 我試一下加速 我不知道鏡頭拍不拍到 我看不到 總之 它加速的話 就大約是 單車的速度 我現在回來 然後你不按加速鍵 它就會慢慢減速 然後再慢慢殺 就是這樣了 我總共租了四個小時 你問我夠不夠呢 如果我不是要這樣拍片的話 是絕對足夠的 你到處玩一下走一下 沿著公路 基本上都不會怎樣當失路 我個人是否很遠 但是呢 如果像我現在這樣拍片的話 我就覺得四個小時有點問 因為我也想拍多些不同的風景給大家看 我也知道不是拍到很多的了 但一個人又要拿著這麼多東西 然後又要顧及鏡頭 再顧及自己安全 而且我還未很延遲去做這件拍片的事 我還是有點蛇鬼 那所以呢 希望這條片可以幫到大家 知道少少少關於 做這個Scooter的小細節 那它那個公司 我會放在Info Box那裡 那就是他們的Instagram 但是我嘗試過在香港 是按它的預約鍵 是完全上不了的 我想它有些地區限制 即是要BPN 然後來到日本 我又沒有再去reserve 我忘記了醒不起來 因為我在IG問過它 它是說 到時walk in 過來都可以 但是今天去walk in 的時候 它本身是說未準備好的 那我就不斷跟它說 不好意思 我真的聽了回香港了 它最後給我租這架Scooter 但我也覺得 你為了確保一定要有的話 都是來到的時候 在日本 用回它的IG 預約的link 去上網 預約會好些 然後之後 我記得第一個鐘是2200日圓 然後每一個鐘 就加600日圓 如此類推 總之我現在四個鐘 為什麼要5100日圓 我不管 總之我總共租了四個鐘 就是5100日圓 這樣吧 有什麼問題的話 都可以留言 我突然這一刻想不到 我繼續走吧 這次我調到最快 大家可以感受一下這個速度 回來了 我認得那條路了 右手邊 就是租車的地方 幸好認得這裡 因為它是完全沒有任何名字 招牌 是認住牆的圖片 然後就記得這裡是租車的地方 看不看到左邊有那些很小的車 我原本是想租那隻車 但是那個是要車牌 但是最後Scooter 我也覺得很好玩 沒有穿沒有爛 完成 現在我就要上網找一下巴士的站在哪裡 怎樣回到車站 然後回到福江博多 大約一個小時後回來市區 所以在博多站 又試一間是觀眾推介的售喜燒 或者是Shabu Shabu那類 叫做西新初喜 最貴大約是三百多港幣 是有和牛的 然後就一直掃下去 或者呢 它是有一個特選 如果有人說這個太貴了 我覺得我一個人吃的話 應該到可能是吃中間這個 或者是全牛 還是有豬有牛 哪個好呢 到了 我最後是選了特選的和牛套餐 打算橫吃點吃 就吃過最想吃的了 然後呢 應該我想這裡是自己下的 我看他沒有問我 但是不要緊 大家看看那些油花 沒有問題 我慢慢吃 不用急 真的這麼好 哇這個超好吃 它是軟軟軟的 然後牛味是很香 完全不會漏 入口的味道 整塊油的即溶 但是 沒有之前在高山吃的燒肉 那麼彈牙的 不過呢 都很好吃 它那個調味是剛剛好 不會太鹹 不會太甜 是有味道之餘 不會搶走那些牛味 我已經盡力去形容了 大家想像一下 值得一來 還有不用等位 又不用預約位 我只是walk in去問 所以呢 很棒 之後這塊和大家一起錄 就會感受到我所說的 它是軟身 不是馬上會變柴的那隻 你會感覺到它是很軟的 那些畫面 和牛去煮真的很漂亮 那我就不會煮到它很熟 剛剛好看到它粉紅色變了 我就會夾起來了 當然 令它更加滑的一個元素 就是這個蛋汁 一個乾好的蛋汁 在壽喜燒來說 實在太重要了 它是要有蛋味 要夠滑 但是又不會搶走牛肉的味 完全做到 這些那麼好吃的東西 一定要專心吃才可以 表示我對它的尊重 希望大家喜歡看今天的vlog 我們下條影片再見 拜拜 來吧